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万亿 后来呢 昨天呢 又降了这个 旧盘主贝累 现在呢 剩下2.2个 催泪到了 共和党呢 他们的这个金融呢 没有增加 还是一万亿啊 一万亿不愿意增加 所以呢 但是呢 共和党愿意啊 出一个比较缩减的一个小型的一个计划 希望下个星期呢 马上要开始 大概资金呢 大概五百个billion啊 五千万美元啊 next week 所以呢 这个 再来看一下特拉普总统的这个 行政命令啊 那个 这个行政命令其中 有两个对我们关系息相关的 第一个呢 是这个关于 这个失业金的问题啊 失业金的问题 基本上 现在有42个州已经在开始实施 目前只有Hentucky 蒙塔纳州和这个另外一个州 他们三个州愿意付一百美金 所以加起来是四百美金 别的州呢 都不愿意 也就三百美金 然后呢 这个特拉普总统的第二个这个行政命令 关于这个Pyro Tax 工资税的减免 到目前呢 还没开始实施啊 操作起来可能很紧困 所以呢 大概今天呢 这个我们的病毒呢 又在开始上升 然后啊 这个欧洲呢 这个病毒越来越严重啊 这个 这个共和党 这个昨天晚上是这个 共和党全国大会的最后一天 特拉普总统发表了七十分钟的这个讲话啊 这个前三十分钟很平淡 后呢 对于民主党进行这个攻击啊 非常攻击 认为叫巴登 会把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啊 这个这个政党之间的争议 所以从这个目前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 这个全国大会的情况来看的话 美国呢 正是一个这个为了竞选啊 这个为了竞选啊 什么都不用不顾的一个国家啊 为了竞选 放弃这个老百姓的这个 这个据输控金的问题 失业保险的问题啊 所以呢 这个我没有看到哪个国家 对于这个选举如此之重要啊 影响了平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这个是很很 我认为是有点做的一点过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Nancy Pelosi和Mark Middles 周四进行了二十五分的谈话 这是双方高层谈判人员 数周来首次发言 在周四的电话交谈之前 Pelosi和Middles 自从几周前谈判破裂以后呢 就没有通过话 谈判代表们没有达成一项 只在振兴经济 帮助在疫情中 挣扎的美国人支付账单的协议 Pelosi呢 在周四 与梅多斯的电话之前呢 这次谈话只是为了忠重 Telup总统的代表 甚至不是首席谈判代表 主动接触的事实 他在谈到梅多斯是说 他说 他把 Steven Minucci 视为首席谈判代表 过去两年里 他与这个 Minnucci达成了几项重大协议 Pelosi继续解释说 我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 这就是为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在梅多斯会面之前 他就预计回台部会 取得什么进展 他在国会大厦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记者说 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中途会面 通话可能非常的短 他解释说民主大人不会让步 要明白共和大人必须采取行动 他说 为什么要有一个远远低于公众需求的方案 他需要一个比较高一点的金额 在两人25分钟的电话交谈之后 Pelosi发表声明说 这次谈话清楚地表明 在冠状病毒危机摧毁人们生活和生计之际 白宫继续无视美国人民的需求 他说特拉普政府再次没有满足他的要求 即把援助方案以价格提高大约 一倍至2.2万亿美元之后 双方陷入悲观性的讲究 他解释说 一旦共和党人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过程 民主党人愿意恢复谈判 生命生计和我们的民主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 他解释说现在的问题是 共和党和白宫继续不承认专家 科学家和美国人民都知道的 这个需要的资金水平 这让我们的国家陷入一个悲惨的僵局 当他们准备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将准备进行谈判的细节 所以呢这个谈判是 是处周来第一次这个面对面的交谈 所以这个也是应该是能做到一起谈判 那就说明是已经不错 已经有这个意向 因此这次电话会谈最终代表 谈判破裂和重启的第一步 但谈判最终还是陷入几个星期以来的僵局 没有任何进展 没有打破新冠病毒次级方案谈判的僵局 此谈判陷入僵局 而疫情继续对公众健康 和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 佛罗斯在电话会议结束后 向记者表明 在白宫提出 新冠状病毒旧级方案之前 不会认真重启谈判 他表示 在特拉布政府采取行动之前 没有理由继续谈判 佛罗斯和这个MEDOS的通话中 确实提出 将民主党对预算要求 从2.4万亿美元降低到2.2亿美元 但他向记者表明 民主党人不愿意降低预算 尽管这使得 双方在预算上下差 有1万亿美元 他继续解释说 我们不会再降低 因为我们必须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 我们不会欺骗他 所以这个谈判 没有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 绝对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共和党人这边有什么这个要求 共和党的人现在注意力量 集中在本周即将举行的这个党代表会上 特拉布总统在今天 今年秋天的总统选举中 正式被提名为该党的棋手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押注 未来几天可能不会是 获得选举的最佳机会 国会两党的生产力 不幸的是这意味着 美国人将不得不等更长的时间 等待国会领导人批准 为新的刺激经济病毒提供资金 目前我们确定 在下一个经济计划的具体细节 美国第四区的议员Tom科威说 国会领导人可能会在9月30日之前 就新的这个刺激方案打成协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为国会必须打成协议 在9月30日之前 为联邦政府提供更多的资金 负责我们将被关闭政府 当美国政府未能通过资助的 下一个财政年度的政府立法 或9月30日结束时 这个临时资助措施时 将会发生政府停摆的情况 政府会跟前几年亚 就没钱了 一会儿要停下来 所以呢 这个谈判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他相信在9月30日之前 一定会就刺激去达成协议 但是9月30日 现在还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他解释说 他认为我们会在现在之前达成协议 但现在 现在下一个合合逻辑的时间框架是9月30日 这是国会将不得不拿出一项 持续性的决议 以维持政府的用作到年底 这是一个必须通过的方案 他解释说 拜登表示 如果他在10月赢得大选 并入驻白宫 他愿意拿出第二笼刺激经济资金来 助推经济 拜登提议 增加4万亿美元的一个新税收 为一系列联邦计划提供资金 使得美国摆脱税衰退 在他的计划中 他希望为有年幼子女的父母提供 每年8000美元的税收抵免 为新雇员支付医疗费用 并为经济刺激计划提供新一轮支票 除此之外 拜登还希望为工农师带薪并驾 并希望延长增加的事业福利 加强现有的制度 最后他提到另一个主题 包括一项7000亿美元的计划 以支持美国制造和研究项目 以刺激国内创新 他说人们现在指出的一个问题是 虽然拜登谈到了他的经济计划 既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发放更多的资金 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 他计划在第三轮金发放多少钱 然而就在上周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将发出的刺激支票有新的进展 所以这两个党人最近为了这个谈判 为了这个竞选 是可以说是这个不惜一切代价了 目前来说呢 这个情况还是不是很妙 我们这个两大之间的互相不能够统一 造成普通老百姓这个影响很大 我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好好的 好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